再来关注英国脱欧 本月29号是英国按协议正式退出欧盟的日子 目前英欧双方仍在作商修改脱欧协议 英国脱欧前景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不过1号访问英国北爱尔兰地区的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表示 他并不认为英国将无协议脱欧 同一天欧盟脱欧 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耶 在德国柏林接受采访时表示 欧盟将向英国方面做出更多保证 保证脱欧协议草案中 关于北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备份安排 仅仅是临时性的 巴尼耶说英国国内有很多疑虑 担心备份安排可能在现实中 将北爱尔兰留在欧盟 从而造成国家分裂 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备份安排仅仅是为最坏结果做准备 欧盟并不想启动这份备份安排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 上个月曾表示 让英国议会通过脱欧协议草案的关键 在于精确定义 备份安排中 北爱尔兰地区临时保留在 欧盟关税同盟内的临时议职 欧盟关税同盟内的临时议会通过脱欧协议草案